李大人 您这哑炮打完了 我来一想呢 刘爱卿 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跟朕说呀 启禀皇上 臣有本 参合凤阳之线周夜城 我看看 周夜城 李大人 你来问他 遵旨 周夜城 我来问你 这次皇上回乡 发放多少银两 一共九千两 发放给多少户 四十五户人家 每户二百两 好 我再问你 按照老规矩 收款人 是先写下姓名 再按手印啊 还是相反 刘大人 当然是先写上姓名 然后再在名字上面 按下手印的 那你来看看 这曹石的石字 怎么会那毛笔字 把纸门给盖住了呢 给朕看看 自己看看 你是怎么杜办的 回皇上 臣继续看过 那是臣疏忽了 臣 臣又失察之罪 禀皇上 臣已查清 这次皇庄登记 四十五户 其中二十五户不变 每户二百两 共五千两 这没错 但是剩下这二十户 就不对了 它是由十户分出来的 账上写的是每户二百两 而实际上呢 每户只发了一百两 皇上 黄庄分户护主曹寺 曹石就在殿外后织 传他们上 传曹寺曹石 传曹寺曹石 敬见 皇上 小民等分户 为他二十请地 让县令 可扣了一百两银子 而不敢报官 小民辜负皇恩 小民知罪啊 你等是朕的故旧相亲 朕知道 你们过去穷怕了 朕不怪罪你们 分户分了就分了 兄弟多了 哪有永不分家的道理啊 多出一户 说明咱们黄庄 人丁兴旺 二十请地 朕不收回 银子也就算了 回去吧 谢皇上大恩大德 兵皇上 就这十户所谓的回千户 还有五户是假的呀 这五户里边 有三户是周叶成的亲戚 那两户是设县支县的堂弟 由他们两个相互勾结 开具露营 臣建议皇上收回土地 发回原籍 朕恩 周叶成 你可是犯下了滔天大罪 你的爪子伸得还真尘 伸到朕的身上来了 皇上恕罪 来人 有 拉出去 押赴刑场 斩首失重 是 皇上恕罪 皇上恕罪 皇上恕罪